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传下来的记忆 这个记忆是不能丢的 李佩清老师 作为中国景泰兰第一位横跨中 美 欧任口的国际级大师 也是唯一将传统景泰兰 导入当代艺术美学的大师 说起与景泰兰的初次接触 李老师的回忆 可以追溯到小时候一次偶然的桌米藏 正是因为这次经历 李老师踏上了景泰兰之路 师父的教会在李老师的学习过程中 占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师父告诉我 去观察生活中的鸟啊 树木啊 花草鱼虫去观察 而师父教书育人的精神 也在李老师的教学过程中得以体现 像李老师这样清清液液的手工匠人们还有很多 但他们都受到了不少外界的冲击和影响 市场的排挤 资金的匮乏让整个创作过程变得举步维艰 但李老师仍然坚守着 匠人们原则性的文化传承精神 以及民族精神 我就给这个中间上台的发 中间上台你管他做什么 他给你钱你挣钱不就行 我说那不行 我说我再困难 我说我不能做出卖我自个民族的事情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 匠人们对艺术品倾注的坚持与细心 也无法阻止市场上出现许多的伪劣景泰兰房品 虽然这些伪劣品是对景泰兰生存的挤压 但是匠人们为作品付出的心血和他们对艺术的理解是无法被复制的 一代代匠人们为了传承发扬景泰兰工艺 不断完善精湛自己的记忆 并为之付出自己毕生的努力 精雕细琢 呕心力炫 虽然现代工业和创造业的快速发展席卷而来 但工匠精神是冰冷的机器所代替不了的 只有当手工艺术与流水线上的产品区别开来 当工匠精神被大众所重视 当工匠精神真正融入我们的文化血脉 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真正发扬光大